零食界杀出黄山君,五年做起1200多家门店,年营收超过64亿元,且看零食很忙如何成为行业黑马。 不知各位是否注意到,自从2021年开始,我国的各大城市逐渐出现了不少名为零食很忙的黄色门店零食小店。 从外观上看零食很忙平平无奇,在宣传上零食很忙也略显低调。 但就是这样一个看似默默无闻的品牌,却成了如今零食领域发展速度最快的黑马。 那么零食很忙是如何在竞争已经相当激烈的零食领域立足的? 本期创始人观察就来带大家走进零食很忙的品牌故事。 零食很忙是个相当年轻的品牌,其创始人燕州也属于我国创业者中的年轻一辈。 对,燕州形势低调,公开资料不多,但从零食很忙的发迹史中我们就不难看出,它也是一位眼光独到的商界精英。 2017年,从事多年房地产生意的燕州决定进军零食领域,在湖南长沙开启了第一家零食很忙。 在2017年选择做零食,乍一看并不是个明智的选择。 因为此时中国的零食市场已经趋近饱和,像白草味、三只松鼠等零食大厂早就将零食行业卷成了马花。 因此对于零食很忙这个新兴品牌来说,想生存并不是难事,但想发展壮大却几乎没有机会。 但机遇往往就藏在最容易被人忽视的地方,燕州发现当今零食领域的一个通病,那就是忽视消费者的感受。 当今的零食店的经营策略普遍都是无脑跟所谓的大牌合作,或架上千篇一律的都是严金铺子、三只松鼠等大品牌的零食,讲究的就是正规和高端。 但问题是零食属于平价消费,而大牌零食往往定价较高,不适合作为消费者的口粮零食。 而燕州就盯上了消费者的这一痛点,决定将性价比作为核心竞争力,打造出一款真正的实用主义的零食品牌。 在零食很忙创立初期,由于资金紧缺,燕州并没有专业的零食工厂,因此早期的零食很忙依然是选择和各大零食生产厂合作。 不过,既然选择了性价比这个竞争方向,燕州也没像其他零食店那样只抱大品牌的大腿,而是找到一些食品加工厂来定制零食。 这一招可谓相当巧妙,不仅能够降低成本,而且还可以有效避免大厂品控困难的问题,成功做到了物美价廉。 那么,实用主义究竟在年轻人中有没有市场呢? 实际上,在2017年时所谓的精致消费依然是市场主流。 主打食用主义的零食很忙就难免被视为低端。 不过燕州并不着急,他很清楚年轻消费者的心理变化。 他将零食很忙的门店开设在小区楼下、大学宿舍、办公楼门口等年轻人触手可及的地方, 在定价方面也力求实惠,继续打性价比的牌。 消费者是诚实的,零食很忙的,品质过硬,价格实惠,非常对年轻人的胃口。 于是,默默无名的零食很忙,很快就开始在消费者之间自发的宣传。 就这样,零食很忙度过了最艰难的企业初创,开始盈利。 赚到钱后,燕州的当务之急有两个。 其一是建立自己的零食生产厂,其二就是克服传统零食店的毛病,要跟顾客站在一起。 其中第一条很好理解,有钱就能建厂投产,没啥技术难度。 不过第二条就比较玄乎了,因为传统零食行业能拉拢顾客的办法早就被业界完烂了。 无论是免费试吃还是各种优惠已经屡见不鲜,让人很难想象在这方面还能有什么创新。 不过燕州的办法可谓绝妙,他在自己的零食店里来了一场养股式的筛选。 燕州的办法简单来说,就是每当公司推出新产品时,都要在当地销量最差的店里上架。 只有那些在销量差的店里依然还能卖出高销量的产品,才能成为公司的正式产品,再正式上架其他能店。 这种办法对于公司的研发部门来说无异于上行,放在传统的零食大厂里肯定阻力无数。 但零食很忙的优势就在这里,由于体量相对较小,他们有着充足的试错和操作空间。 仅仅是对自己的产品进行养股还不够,燕州将市场调研作为公司的优先任务,力求掌握消费者最新的消费心态和需求。 如此双管齐下之后,零食很忙很快掌握了一线的消费者动向,并且可以随时让门店和工厂进行同步调整。 就这样,在已经卷成麻花的零食领域,零食很忙成功剑走偏锋,立足红海。 不过对于零食很忙来说,这也仅仅是立足而已,其真正开始腾飞的年份还是2021年之后。 2020年的疫情让中国的经济受损严重,曾经被年轻人奉为闺孽的精致消费也被瞬间击碎,实用主义成为了年轻人之中绝对主流的消费理念。 这就让零食很忙在疫情的冲击下居然开始了逆势增长。 与此同时,各大投资机构也终于注意到了这个一鸣惊人的黑马品牌,纷纷向零食很忙开放投资。 在2021年4月,零食很忙完成了2.4亿元的A轮融资,发展速度借此更进一步。 时至今日,零食很忙的门店数量已经突破1200家,年营收超过64亿元。 但与此同时,大公司并也开始找上这个年轻的品牌了。 从前年开始,零食很忙被爆出产品质量问题,这就是高速发展之下不可避免的代价。 并且零食很忙的杀手减薪加笔也是一把双刃剑。 如今零食很忙的门店毛利率一般只有18%左右,比传统的零食店少了小一半。 这对于诸多加盟商来说可并不是什么好消息,如今就有不少零食很忙的加盟商对过低的利润率表示了担忧。 那么,面对新阶段的机遇与挑战,各位认为零食很忙又该如何面对呢?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,请关注我,为我点赞并转发。 你们的每一份鼓励都将是我做出更好内容的动力。